一个学道的人呢 他求的是什么呢 意思是求什么呢 两方面 一方面 就像一般人呢 求这个饮食 求这个吃的东西 这就是其实啊 食物啊 那么 求食物来维持他的生活 因为修道的人呢 他就是出家的了 出家的人呢 出家的人要专心来修道 他不需要自己在外面呢 自己母生活 所以啊要到外面其实 这是一成一丝 再呢想修道 修道 这个道怎么修啊 不是自己要怎么修就怎么修啊 不是这么简单的 他像佛 他这个求法 求这个这个 修物之法 嗯 这个呢 两个 一个是 求这个法 来修道 一个是 求这个食物 来维持他的生活 那么这个啊 这个啊 叫做奇事 这个奇事 就是这个修道的人呢 一个很好的一个 一个 一个 一个身份 怎么呢 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 讲这个 众生有很多散脑啊 散脑 贪嗔痴慢 医啊 慢了 傲慢心 骄傲心 这个是 就是 根本烦恼啊 那么 要向人家 奇 有所勤求 这个奇 奇就是啊 把自己的 啊 傲慢心 慢心呢 把他慢慢的 把他折扯下去 有有用意的 不然这佛 为什么叫 叫奇事呢 这个 修道的人 每一个名词 都有他的含义 其就 第二个意 叫做 扑鹅 扑鹅 我们不修佛的人啊 我们总感觉到 我们没有做什么坏事啊 没有什么罪恶啊 没有什么罪恶啊 一说了佛就知道了 说了佛法就知道了 不要用什么行为表现出来 我们自己的 自己反省 自己的这个 这个念头 起的 起的什么念头 就知道 我们自己是善 是恶了 一般人呢 他不修佛不知道 修佛就知道 这个念头起啊 无非是为了自己 自己的这个私人的利益 私人的这个名利 啊 为自己私人的这个 名利啊 不惜来损害别人的 种种的这个权力 人家的这个名誉等等 这个不算是恶 还是算什么呢 所以这个 一学了道了 尤其是出家的这个比丘啊 啊 第二呢就是破 破是什么呢 破就是破这些散脑啊 散脑就是一种 恶的一种这个根源 只要把 这个贪嗔吃满鱼 先把它 这个 压缝下去 不让它 有了行为 嗯 慢慢的就把它断掉 嗯 开始就不让它 起这个行为的时候啊 这就是说 就走上这个善 善的这个 这方面了 就开始破了 这个第二个叫做破 不破 第三个意思 叫做不膜啊 不是恐怖 叫人家害怕 膜是什么呢 膜是贴膜 这个 为什么不膜呢 为什么不膜呢 因为出家修道了 修道 你看 一是其是 又是这个破厄 其是破厄 他将在这个破厄 破厄 破厄以后 就是 可以啊 出了六道了 我们 我们众生 所以在 这个六道啊 在这一道 死了 然后也 转到另外一道 另外一道 这个生命 然后至于 那一生结束以后 又转另一道 生生死死啊 转来转去啊 都在这个六道之内啊 那么在这个六道之内 不能够出去啊 啊 始终这个生死不断 原因在什么地方 原因就是这个 这些 这些这个 烦恼 烦恼没有破厄的话 怎么样也出不去的 他这个破厄的话 比如说 这个 贪嗔痴慢疑 这些种种 这些烦恼 啊 天台东西讲的这个 这个剑死活 剑死活 一破除干净 断的干干净净的 他就是 在六道里面就解脱了 啊 出了六道了 出了六道 那就是这个 分断生死啊 就解脱了 分断生死就是要了了 所谓分断生死就是什么呢 就是在六道里面呢 来来回回生生死死的 一段一段的这个 这个生命 也叫分断 这是最痛苦的 所以 那么把这个 这个问题解决后 就出了六道啊 那么出了六道 应该本来是好事情呢 但是啊 在这个天母来讲啊 天母 他是啊 他是啊 他是这个 指着这个 啊 这个天道的这个 啊 所谓余界天 这个模式余界天的了啊 那么他认为这是很好 在六道之内 这个想出一切都好 少了一个人啊 少了一个众生啊 他就少了一个 好像是一个 同伴的了 他就是感觉到恐怖了 少了一个分子了 所以因此呢 多一个 这个比丘啊 啊 他就真正是比丘 他有道奉的人啊 啊 比如他说了 比丘戒 一说比丘戒 就是讲真正得戒的来讲啊 普通如果是不得戒了 就是又当别人了 得了戒 所谓得戒什么的 得了戒当下 那就不得了了 他这个戒在他那里 在这个修道的人来讲呢 他就永久的 就发生他的一定的作用的 这个作用就能够成就他的这个修道 成就他的道业 也就是他这个戒祖 戒的那些 那些 禁止散的那些罪业啦 那些戒条啊 他就永久不散了 真正在那戒的时候啊 他就不会犯戒了 不会犯戒就母王来讲 就母道的母来讲的话 他就不高兴 他很害怕 所以在过去 那个大道场里穿戒的人啊 穿戒的道场啊 真正有人得戒的时候 那就 一听到了 有某人得戒了 那心里就发生恐怖啊 少了一个 少了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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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遇见的又少了一个一个分子啊 所以他这叫第三个意思啊 叫做父母 那个比丘上面加一个大 大比丘 大比丘啊 就是说什么呢 如果不是大比丘 普通的比丘啊 就是修小乘的 啊 叫做声闻 声闻什么呢 声就是声音的声 文就是文法的文 那么他这些修小乘的弟子啊 跟佛 啊 跟随佛 听佛 讲这个讲法 那么这个 那一步一步的修这个小乘法门 这叫声闻啊 大比丘啊 那么加个大就是大乘法门 而 这些弟子啊 在外表上 现出的这个这个现象 是个声闻 这个小乘的这个 这个形象 但是实在上呢 它是一个 修大乘法 修大乘法什么呢 就是这个 内在的啊 是这个 都行的是菩萨道 外表上看起来 是一个小乘的这个地球 因此呢 叫它是大地球 这些大地球啊 都有它的来历啊 都有它的来历啊 过去 他们俗修的境界 都是 非常高的 啊 有这个 讲到这个 真正的境界的时候 它是过去的这个 那些大师啊 那些大师啊 都是这个大菩萨来的人 那么这里呢 它是表现的像 是一个声闻 所以因此在这里啊 加个大的 实际上 实际上它是一个大菩萨在那里 修法 一九僧 下面这个僧字 这个僧啊 是个简称 印度文的这个全部的意思啊 这个音是生且啊 生且 算成中国的意思 就是一个和和中 和和中呢 和是和气的 和大家能够意见种种都能够很和得来 和得来 中呢就不止一个人 啊 这个 有好几个人以上的 就种 和和中啊 也就是说 我们一般讲的 僧团呢 就是大家在一起 住在一起的这个 修道的一个团体 这叫做僧 这个团体啊 一个团体不简单的 啊 他的人数 可以是 三五位 也可以几十位 几百位 都是这个团体啊 那么你要把这么多人 能够啊 聚在一起 那都不容易 那怎么样才能够聚在一起呢 住着这个盒子啊 盒子特别重要 一个人不和 什么事办不到啊 两个人住在一起都不行 你和呢 这里就是 各位看看 所以这个和和中啊 他这个 有礼和 有适和 我们先讲这个适和 适就是 这个适项上面 很具体的 讲下来一 大家一一讲就就懂 什么叫做适和呢 一共有这几条 首先呢 身和 就是身体的身 身体啊 能够大家相和 身体能够相和 叫做同度啊 嗯 个人都有身 每一个众生 都有个身啊 你不要认为 这个身有什么 很简单啊 大家都有身啊 身都能够 敲和起来 就很不容易 个人有个人的体系 每一个身 每一个身的个人 有个人自己的 习惯的这个体系 能够 能够和中功绩的啊 和着 能够和在一起 这可不容易 所以必得呀 身能够和 才能够共同啊 住在一起 能够住在一起啊 首要的就是和啊 不和就办不到 这是第一个条件 就办不到 所以第一个是 身要和 要同住 这个是一个 就去生和 第二呢 就是这个 我们一般众生啊 两三个人在一起啊 就说话了 说话不是修道的人啊 就是说 你说他 他说你 或者说第三者 这个是好是坏 说说就是非出来了 啊 有了是非就发生大家争吵了 这个修道呢 就是说在一起啊 口 啊 说话 说出来的话啊 大家都能和和兴兴的 没有争吵 没有争吵 没有吵架的时候 口无争啊 这个不要认为这个是很简单的 我们这个要做到口无争的话 那 他 不是 这个 一修佛就能够办得到 逼得要下个几年的功夫 慢慢的这个 修养修养 才能够办得到 是他这个第二条啊 就是口无争 口无争什么呢 口无争他自己 心里的意思相和 口才无争啊 再讲这个 义啊 我们身 身体 口 他这个身体的行为 口里说的话 从哪里出来的呢 从心里出来的 也就是从那个意思出来的 你要深和口和的话 必得要义和 义和 大家的意思啊 都能够很和气 意思都和气的时候啊 然后大家都能够一通啊 喜悦啊 喜悦 你的心里 他的心里 大家在一起 住在一起啊 都非常一 一一通发生呢 就是 没有违背的意思 啊 就是志同道和的意思 啊 就一通呢 然后就是 大家都 发生一种喜悦 一种心里 再讲呢 这个见解 啊 都在一起修道的见解啊 要能够和 这个也不容易办得到 我们知道 我们凡夫众生啊 就是一生性啊 每个人意见 都不能够跟别人相同的 他有他的看法 你有你的看法 所以这个意见不能够相调和啊 这是普遍的现象 没有一个凡夫不是如此 那么他的修道主要就是啊 大家都在那里修道 真正修道呢 大家的见解啊 就是一致的了 就是解呢 同解 那么修道必有这个受解的 啊 那么受了解 大家都受的解啊 这个解方面 一通在那里修 熟 熟吃的吃解 吃解是相同的 所以相同的话 大家都不犯解 同时在那那个吃解 就是解同修 最后一条呢 叫利 有什么利 在团体里边呢 有这个利 大家也调和的很好 他这个注重的一个君子 平均 没有任何人呢 表示我都占一点利 人家少一点 损人家利益 多利益自己 这个修道的人呢 一直在一起 是一个僧团了 他注重的是均 均衡的 平均的 任何人是一律 求其平等 这叫利同君 在这个修道的人 所谓在这个和和中啊 能够做到这样就了不起啊 何以之道了不起啊 我们都是 现在都是在世间上 求学的求学 工作的工作 我们看看那个世间 无论是现在 是历史上的 过去是过去的这个事情 往往为了这个利益 这个不能调和的 不能和弃的 甚至于在古代那些 帝王之家 那些大皇帝 为了这个 开计啊 他自己的这个 这个权威给人家夺 夺去了 那么采集别人的 还可以讲得通啊 甚至于采集自己的儿子 把这个王太子 给他这个 受了人家的这个 这个挑拨啊 把王太子 杀害的这种 这种事情呢 多得很 还有这个 太子把这个父王 杀害了也有的 这种情形就说明人世间呢 要想做到这种 六种这个适合 好不容易啊 所以那种都是天论 天论之中 还有那些 发生那种这个 那种惨 惨剧啊 天论意外的一般人 更不必说了 因此呢 有那些一个事实 显出来了修道的人 能够得到这种适合啊 那就是最大的一种 一种乐趣啊 不容易求得到的 那么得了这个适合 这是修道的一个 一个环境 好的一个环境 那么这个好的环境 干什么呢 要帮助自己修道啊 那么这就是离合了 又适合能够得到离合 所谓离合是什么呢 就是大家 在这个团体里面 大家都要得到一个什么呢 都要得到一个解脱 解脱 我们知道我们人在这个世间呢 生生死死的 这是最大的痛苦啊 这个问题不能解决的话 我们在世间呢 就算是 钱财啊 再多也没有用 地位再高 就算是现在做了美国的大总统 美国大总统啊 就算这个大总统啊 不要选举了 不要仅仅于选举 就算是一直让你做下去 你做了这样的大总统 终身的做大总统还是没用啊 人还有一死啊 死了以后又怎么办呢 所以想到这里的时候 最可贵的是要解决这个生死问题 那么那个离合就是说 都要正道的 正道一正道这个真如本心的话 出钱的功夫 就是解脱这个分段生死 把这个六道轮回能够解脱 进一步的最高的目的就是能成佛 所以离合呢 就是一通都能够正道 能够得到这个解脱 以至于这个成佛那个大解脱 达到这个目的 那么僧团呢 就是有这个 在那里啊 求几个和啊 大家和和中啊 目标是在这里 下面 千二百五十人聚 这是 那么这个千一千二百五十人呢 是哪些人呢 一个三家舍 家舍 这个 这个家前称出的家子 加上一个树枝边 叶就是树叶的叶子 这个树 有蛇 三家舍是三兄弟 他们这个 在没有这个做佛弟子之前呢 他们各有他们是修外道的 他们各有徒弟 一共啊 他们有一千个徒弟 连他自己有一千个人 这个 另外 蛇立佛 有 还有穆金连 普通叫穆连 穆连 穆连 他们两位呢 有两百人 还有一位这个 也是长者子 另外也是个父的弟子 有五十个人 那么这就是一千二百五十人了 不过这里只讲的整数 佛当初啊 成佛之后啊 首先 杜化这个五位弟兄 就交称儒 那个一共五个人 也在内 那么实际说明呢 是一千二百五十五人 这里个经文呢 说一个整数 是一千二百五十人 修呢 就是这么多人呢 一起在这里听修或在一起 听佛讲法 就是修 那么这个呢 上面是叫六种成就啊 在续分这个当中啊 通续 那么这个是 如是是 表示这个心 卧文呢 表示文 义识表示这个识 佛是讲这个说法的主人 就是主 那么 世卫国其数几乎都远 这是一个说法的地方 叫低 于大笔就在千二百五十人聚 这是千中 叫中 这六种啊 都要聚备 六种缺少一个 一个条件都不聚备的话 那这个法会就不成立 那么这个呢 也叫这个通述 也叫证 是一种证明 写在经的前面呢 叫做真心 证明这个法会 是 就是释迦牟尼佛在讲的 是可信的 那么叫真心去 这个 这个训分里面 还有这个 在天中当中 另外还有啊 这个 除了这个 书们以外 还有列这个上手 这个名字 另外还有菩萨众 还有其他这个天人等等 那么在下一次啊 再继续讲 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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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